感谢天恩师的感谢祖师洪慈 感谢前人典传师的栽培 候选很高兴 今天可以跟各位前选一起共同来学习 研究大学第二十二回 今天是2022年 2024年5月4号 我们继续来讲王决一祖师 他的李树和解的大学解 里面的本文 本朝开国诸圣皆深入佛海 故能道际尧顺 这里的本朝指的是宋朝 王决一祖师 他以我们这个理学 就是心儒学的复兴 那时候的朝代是以宋朝为开端 因为经过秦始皇 他的焚书坑儒 基本上 这个儒家的思想 他逐渐被帝王 他有片面的修改 那里面有一些理念 也被皇家借由统治的这种便利性 有稍微在修正里面的一些东西 那导致呢 在后来呢 一直到汉唐呢 这过程当中呢 变成本来的那种儒家以人民为重的这种明本思想 就逐渐就消失了 反而呢 比较注重的是那个文字上的 就是这种训孤之学 或是张句之学 就是很注重这种五经里面呢 前后文 还有他的使用文字的探讨 对于经本身的这个大义 违言大义呢 反而比较没有去注重 而比较执着在这个文字上 他为什么用这个字 这个字 用了这个字跟用了那个字的差异有什么 往往在汉唐的这个时代呢 光是一个字的差异呢 他们可能就可以发展出十几万元的一个探讨 都是在讨论的是这种张句 这个张句的这种道理 那导致呢 这个儒家的思想呢 就没有去用一种全新的这种观点呢 去解释 这个重新再发现这个儒家的思想 还有哪些东西 还没有探讨到的 那到了宋朝的时候呢 刚好就是有一批这个就是读书人 他们呢 自己的道德文学底子都很好 然后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他们注重的是义理 而不是张句 不再执着于这个文字的 说文解释的那样子的那个字字的计较 不再执着于这个文章的这种编排 而是在于这个义理 就是说孔子他的儒学里面 为什么他会 他背后的哲学观点是什么 所以这个就开创了一个新的 的一个一条道路 然后这条道路呢 事实上是非常的好 让儒学呢 重新注入了新生命 那这个在注入新生命的过程当中呢 当然就是思想就等于说百花齐放 就同时呢 这些新一代的这些读书人呢 这个儒家的子弟们呢 他们都是学养精存 道德还有那个自身的那个体悟 对于这种儒家经典的体悟呢 都非常的深 同时因为到了宋朝呢 这个道家跟佛家的这些经典的传 基本上都已经大致都非常的深入 民间还有这种正式的这种文书记载里面 同时会采纳了这个佛道的思想 从佛道的思想里面重新再去解释 再去发扬这个儒家的思想 等于说他的体系更加的这个丰盛 不再只是传统的这种张具之学 所以王决一主是这里就有写说 自从宋朝开国呢 诸圣 他讲的就是说 这些新一批的 比如说从欧阳修 司马光 还有那个邵雍 张宅 周敦仪 还有那个陈宇 陈昊 还有这个王安石 这些他们呢 都其实他们都有深入这个佛海 也就是说对佛教的经典里面的那个很深的这个含义呢 他们也都能了解 事实上心如学的特色呢 基本上都已经可以讲 他们内在的思想都已经找到了三教一贯的那个原理原则 就是说那个本性 找到了人的那个本性 就是天理那个良心 所以我们的祖师呢 才会说他们都有深入佛海 所以呢 就道记遥顺 就是说他们所继承的已经不只是春秋孔子时代 甚至更早时期遥顺 以这种天理良心来对待所有的百姓 对待天地 所以这种天人合一的这种道德自我要求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呢 整个就更加的这种圆满 所以我们的祖师就说他们是道记遥顺 算是对他们有很高的这个评断 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批心如学呢 他大概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然后他们有哪些学派 这里面呢 我们就顺便来补充相关的这种材料 后续念一段 北宋佳佑至平年间在1056年到1067年 这个时候呢 大概离惠能祖师三百多年 大概有六七百年之久了 因为他一个是唐嘛 这里是北宋 那那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卢学呢 逐渐的形成了就是有王安石 他的这一个学派 叫做王安石他的外号就是金工 所以他又成为金工学派 那司马光呢 他有做了知识通鉴嘛 他司马光的道德学问也非常好 那他对于卢学呢 他也有他的贡献 所以他又成为温功学派 那么苏氏呢 他的老家是在四川 所以呢 苏氏这一边呢 他也有成立他的学堂 所以呢 苏氏他又称为俗派 俗学 那新儒学的共同的特色呢 就是强调义理 就是说 他们研究的是大学里面的这个 孔子所讲的背后的意义 他们从义理而做出发 而不是文字上的考究 刚开始是王安石 司马光跟苏氏 这三个人呢 他们各有特色 后学呢 简单讲一下 王安石呢 他采用的是外儒内法 他其实呢 他是内在呢 他是用法家来改造儒家 所以他是比较实用派的 他认为这个儒呢 里面呢 那个要用这个法律 要研法 然后才有办法纠正当时的贪官污吏的这个 有不好的这种朝廷的风气 所以他是用法家来改造 那司马光呢 他比较保守 他非常保守 他认为说还是用仁义 就是说孔夫子说用那个礼乐 还有仁义来治理国家 所以他就固守在原这个汉唐所累积出来的一个成绩 他就固守在原比较传统的解释 那苏东坡呢 他就是为人呢 就是不拘 不拘小节 而且他的身性自由开放 他就融合佛道 所以苏东坡他呢 有很多的朋友都是这个佛教的高僧 还有道家的这种的名人 所以他呢 他对于儒家 他是采用的是要用融合佛道来道儒家 所以三个各有他的这个门派 但是却也因为大家各执几件呢 所以后来呢就开始产生了 在整个政府里面呢 慢慢的就变成各有各的学派 而导致开始有纷争 那接下来呢 因为还有周敦仪嘛 他的连学 所以呢 周敦仪跟这个张宅 跟二臣呢 他们讲的就是姓李 刚刚是义李 那这里呢就是讲到姓李 就是说他们是从自己内在的天理良心 就是本性 从性善论而做出发点 所以这里面呢就是从这个心 无心记天理 他们是从这里来做出发点 所以这里就开始讲姓李了 所以呢 从谈姓李开始呢 就有周敦仪的连学 张宅的关中学派 然后二臣呢 陈寅陈浩呢 他们兄弟在落学 那陈寅陈浩呢 后来就出了很大的 门人子弟呢 就是诸 诸子 所以这里呢 就从周敦仪 周廉西这里呢 就更加注重的就是 探讨我们的这个天性 上天赋予人的这个天性 一物有一性 物物皆有 共通的这个性 然后这个性呢 跟天地呢 是同一个东西而来 所以他们就更加的 从这个性呢 做出发点 这是这一边 心如雪的一个特色 落学 他由朱熙继续发扬光大 因为朱熙他是在这个 闽南这边嘛 所以他就创造出新的闽学 后来他居于这个正统之位 所以后世呢 就礼学呢 通常就是陈朱礼学 他是集大成 那联若冠敏四个学派呢 人就称为礼学四派 所以就是有联学 官学 洛学 敏学 那么陈朱礼学呢 他是宋明礼学的 这个一个资料 有时呢 会简称为礼学 他们就是与陆向山 陆九渊 还有王阳敏的心学 相对 因为陈怡陈昊呢 他们是从这个性 理性的性 做出发 而陆向山跟王阳敏呢 他们认为说心就是理 所以两个还是有不太一样的这个特色 当然陆向山呢 他跟王阳敏呢 更是认为说这个 我整个宇宙的这个深层的这个呢 不离开我们的心 这已经有点接近到这种 唯识学 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有这个宇宙 是因为我们的心能够认识到它 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宇宙呢 这个宇宙对我们来讲它是不存在的 所以说心外就无法 这个是陆向山跟王阳敏的特色 就是以认识论 就是说它对于宇宙的存在的意义 就在我们有认识到它 那陈怡陈昊跟朱子是认为说 在人的相对待有一个天地存在 那这个天地呢 它有一个理 它有一个性 那人是秉持从这个天理而下来的 所以这里的理学跟它这个心学 又不太一样 这两边有一点点不同 那我们王阳我们的祖师呢 他就认为说宋朝 他的治理其实是非常的很不错的 想想看 宋朝他要对付的敌人有哪些呢 他有辽国大辽 然后他还要面对金人 金人后来他跟金人合作才灭掉大辽 但是后来呢最后又被金人灭掉 可见呢 金人呢这个呢 后来成立了一个叫做元朝 大家想想看 一个元朝他可以到整个席卷欧洲 他是一个超级强大的一个大帝国 那宋朝呢还可以继续跟他对抗 将近一两百年 所以可见这个宋朝其实真的是国力真的是不错的 只是很不幸 他刚好在宋朝的旁边就出现了这个大辽跟这个大金 导致呢 导致呢 宋朝呢 看起来好像武功没有那么很好 其实我们王权一组是说 其实宋朝的成就 比如说他有交纸 就是说他发明了纸钞 这些都是以金融来讲的话 就是举世创先发明出来的这个金钱 然后呢他宋朝呢 又有很多呢 比如说有保甲清苗 还有这种各种的那种施政的那种改革的幅度 都非常的庞大 所以说可以说殿下立下了不少很好的这个立基 治国的立基 好 那梁武就是说 后来那个唐朝呢 唐末的时候呢 这个梁武帝他们呢 因为是佛而亡国 就是说他太过这个遵从佛教的这些东西呢 疏忽了治理国家的重要性 导致亡国 我们王学义祖师是认为说 梁武帝他可能就是说 这可能是他的术 就是说他的后天来的这个姓 这个就命血了 他人生他的国运就是在这里 术之所在 但其实呢 这个也可能是怎样 倒在人为 也就是说国运有时候跟人 跟国君的作为呢 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这里面呢 后面就开始来讲说 为什么一个 有可能是天命 天数 天数 也有可能是人可以改变 这到底 到底其中的奥妙是什么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 周公 他用周礼 来开西周八百之机 周公 当然 我们最早的时候 有 研究到说 周公他用周礼 那周礼呢 这里面呢 他就统一了音律 有了共同的音律呢 再来呢 他度量痕呢 也统一起来 然后他的理智 法治呢 也都统一起来 所以呢 他立下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呢 让整个周朝呢 墊下八百年的这个基础 这个周礼是这么好的东西 可以让一个国家 可以稳稳的 拥有了一个国家的国运有八百年之久 而这个半山 半山指的是谁呢 就是王安石 他的字号半山 那么半山呢 他以周礼呢 却混乱了北宋半壁之夜 也就是说 北宋后来灭了嘛 南宋成立 整个 为什么叫北宋 就是整个北宋就被人 被那个金 这个金人吞灭掉了 然后呢 皇帝呢 南迁 所以 就叫做半壁 半壁江山都不见了 他们的为何北宋会灭亡呢 就是说 王安石的变法呢 失败了 而王安石呢 强调他这个变法呢 是从周礼而来 所以呢 同样都是周礼 周公可以用周礼 来定下西周八百年的基础 那结果王安石呢 以周礼呢 却让整个北宋呢 就灭掉了 问题是在周礼嘛 这就是值得让我们去思考 所以我们王决一祖主师呢 他就做了一个简单的结论 就是说证人行邪法 邪法惜归正 邪人行政法 政法亦成邪 所以你不管你做国家大事 你的所有这个政策的实施 如果你的动机是纯正的 那么你就算说一时 这个方法可能别人看起来是不好的 不对的 但其实呢 因为你的动机还有你事后 你能够继续的谦虚 能够理听大家的意见 所以最后就算很不好的法呢 也能够归于正道 那么邪人行政法 就是说你照一个动机不良善的人 比如说你个性刚闭 不听人劝 骄傲自满 那么就算你所做出来这个法是很好的 对国家呢 对百姓是有利的 但是这样子呢 因为你的刚闭自用 然后你不跟大家的妥协呢 那导致你政策呢 好的政策推展不出去 因为遭到大家的攻击 那么一个政策无法顺利的推行呢 反而变成怎样 国家整个的大乱 就社会整个大乱 那么这个政法呢 也就变成邪法 这就很可惜了 那我们来看啊 同样的这个狄鲁 狄鲁呢 是这个一匹骏马的名字 为什么叫狄鲁呢 就是说这匹马它有特色 就是它从额头到鼻子呢 有个白色的这个线 那远远的看就很清楚 那这个狄鲁呢 拥有这个特征呢 它的马呢 就是很会跑 强壮 马力 它的马足很有力 所以它可以跑很远 有千里马的能力 但是狄鲁呢 它却有一个呢 不好的传说 就是招劣是谁呢 招劣就是刘备 刘备呢 他去投靠刘表 那刘表当时呢 他也要扫平当时 那个地方上的 那个一些乱军 那个刘备呢 他就奉刘表的致命呢 他就率那个赵云 去评那个地方的这个乱军 敌军呢 他首领呢 刚好他有骑了一批 叫做敌鲁 刘备呢 看了很喜欢 那赵云呢 看到刘备很喜欢了 他就说 那个他就请命 就说他要跟敌方的首领呢 来个对决 那果然没多久呢 对方就 被败于赵云之下 死在赵云的刀下 那这个敌鲁呢 就被赵云 贡献给这个刘备 那刘备很高兴 他看到说 哇这匹马这么的骏 高大又英骏 然后呢 那个气势很雄 雄啾啾气啊 他就非常高兴 那刘表呢 他就摆了那个庆功宴 因为刘备打肾杖 刘表有看到 看到刘备 他拿到了一匹心嘛 他也很高兴 刘备呢 因为他是投靠刘表嘛 所以他就跟刘表说 你喜欢的话我就送给你 刘表呢 他的旁边有个军师呢 就偷偷跟这个刘表讲说 那个听说 笛鲁这个从额头到鼻子 这有一条白线 这个听说是会害主人 死哦 会害主啦 这种马 他有一个马隔 他就是会伤害到主人 那那个建议主上你还是不要跟刘备要这匹马 刘表一听他会害主人 所以他就不敢要 所以他就用一个理由就说 君子不夺人所爱 用这种理由 他就把这匹马呢 又退还给刘备 那刘表呢 他一直觉得说 他这个刘备呢 他是好像有 他投靠他是有他的别有用心 所以呢 他的手下呢 就说 那我们呢 在帮他庆祝他的战功的时候 我们就把他拿下 那治他的罪 那刘表就说 好 那这时候呢 因为刘备他人很不错嘛 他在刘表的下面也有很多同僚 他有一些是他的好朋友 那吃酒席吃到一半 他的那个好朋友跟他讲说 刘表有下令 今天晚上要把你拿下 劝你赶快走 不要继续 今天这个餐业 你不能再继续吃喝下去 你可能会出事 所以刘备一听马上就尿顿 然后呢 就骑着狄鲁 就开始疯狂的逃亡 在逃亡的过程呢 就是骑到这匹马 他骑的这匹马到了叫做潭溪 潭溪这个地方呢 大概有一二十丈的这个西疗 然后刘表的下面很多的将军呢 都一直要猛 知道他借由尿顿嘛 就一堆人就出来要追他 要追杀他 然后那个刘备 他骑着那匹马的时候呢 就突然就在这个潭溪就掉下去 因为那个溪水还是蛮深的 整个他跟狄鲁就掉下去 然后呢他就对着狄鲁讲说 狄鲁啊狄鲁 难道你今天真的要害死我吗 他才刚讲完没多久 狄鲁好像如有神力 不知道是不是马脚踏到了这个西底 怎么一样就二三十丈 竟然给他跳过去 这个从掉到水中还有办法再跳过去 实在是非常的厉害 所以呢他就 谭西给他一跳过去 后面的追兵看到谭西那么又宽 然后河流又挤 他们就不敢追 所以呢刘备呢 他就顺利这样脱难 这个就是同样是敌鲁 庞统后来他也是去当给刘备当军师嘛 他去给刘备当军师的时候 就是说那时候孔明已经在里面当军师了 所以庞统呢 他呢有想要积极建功的这种动机 就是说他不让那个孔明呢 专美于前 所以呢他不听大家劝呢 他想要呢 就是发动一场那个临时性的军事行动 那在他要整军的时候大家有劝孔明也劝 可是庞统坚持要出兵 那刘备呢就说好我就给你 那在出兵的过程呢 庞统的那匹马呢 竟然会发抖 结果庞统就掉下来 那刘备呢 就觉得说有点那个 庞统的马呢 军马呢实在是不合格 他就把救了自己的命的那个敌鲁呢 他就送给他 送给庞统 就说我的这匹爱马你就拿去用吧 然后呢庞统呢 接受了这个刘备的这个爱马 当然是很有荣 很荣耀 然后呢 他就去做他的那个军事行动 结果中了人家的计 在落凤坡这里 敌军以为 骑的敌鲁是谁 刘备 结果那边呢 所有的弓箭手呢 全部都向着敌鲁这个方向射来 结果庞统呢 就在落凤这里呢 被箭射死 乱箭射死 因为庞统 庞统他的心不正 结果敌鲁呢 确实 人家说会害主 果然敌鲁呢 在这个时候 就真的让这个庞统呢 就死在这个落凤 可是同样的 刘备呢 他的心当时他呢 心都是放在这个 大意 就是说 国家的大意 所以他的心是比较纯正呢 哎 反而他没有受到敌鲁的损害 敌鲁还能够救他一条命 所以 同样是敌鲁 一个能够 敌鲁能够救了刘备 结果敌鲁呢 却害了庞统 这不就是命吗 这就是天数 我们王决英主是说 同样的一个敌鲁 但是呢 他后面呢 还有个天数 好 我来讲王金公 王金公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他不是变法吗 他得到了送神宗的这个提板 让他呢 当上了宰相 然后开始从事变法 所以神宗呢 很疼爱他 可以讲说 王安石呢 他的背后靠山就是神宗 他能够推动这么大的一个 整个政治大改革呢 这个功劳真的是很大 所以王安石死了之后呢 神宗呢 他就下令说 这个王安石呢 他就是我们的家人 所以他也要放在我们的这个 宗庙 想了四十年的这种 皇帝的这个佳祭 的这个福气 可见呢 北宋并不是亡于王安石 你看一个皇帝 都可以愿意让他进入他们的这个 皇帝的家庙里面 那怎么可能可以讲说 北宋是王安石一个人害死的呢 但是为什么到后来的人都说 精工以周礼来乱送 诶 没有错啊 因为后面好多的这种研究史学的 这些读书人呢 他们都说王安石变凡失败 他是用了一个不合理的理叫周礼 也就是说周礼有些东西呢 是不合时宜的 因为时代的不同 环境的不同 你不可以什么都是用古礼 那么这样子呢 会导致国家大乱 所以他们就认为说 没错 北宋会灭亡 就是王安石害的 这是后面的人的一个结论 我们王决一祖师呢 就认为说 其实宋朝他会乱 是因为他有辽大辽 还有金人 而且呢 金人的这个呢 锋芒毕露 他认为 即使周敦仪还是成仪成浩 由他们来当宰相呢 人未必能够胜过于这个大辽 或者是大金 所以我们王决一祖师 王决一祖师 他就是很有这个史观 正确的史观 确实没有错 你看这个大金 他后来呢 这个演变到这个 这个元朝呢 蒙古这个大军呢 席卷了整个欧洲呢 他们就说 这个蒙古人呢 是上 欧洲人说 蒙古人是上帝的鞭子 一下子就灭掉了欧洲 非常多的国家 死了无数的人 所以 这么强大的这个 的大帝国呢 宋朝能够跟他抗衡这么久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呢 其实就算宋朝本身 有这样子 周敦仪 陈仪 陈昊 这么厉害的人呢 来当宅相 我们祖师认为 也未必能胜 这就是天 天也 也是一种天术 这是一种上天的安排 所谓上天安排 是因为整个这个人类呢 他这个国的国运呢 都有他的这种工业 这是工业 每个国有每个国的这个工业 台湾有台湾的工业 那中国也有中国的工业 那世界有世界的工业 欧美呢 欧美呢也一样有他的工业 王金公不可一世事 就是说王安石呢 他有哪些 就是为什么他变法会失败呢 这里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怎样 他不可一世 就是骄傲自满 所以呢 他从年轻 他爸爸是官 在朝廷里面有当官嘛 所以他王安石从小就是官二代 富裕家庭的长大的 然后头脑又很聪明 因为他爸爸是官嘛 所以呢 王安石呢 从小就被他爸呢 带去跟各个大官认识呢 很多大官都认识王安石 他们也很钦佩王安石的头脑 都从小就会称赞他 所以王安石其实他本人呢 他是个性是骄傲自满 当然他到了十五六岁呢 他自己也突然之间呢 想到了一件事 就是说人一生在世呢 不可能都是靠父母的恩必 所以呢 自己要下苦心去学这个儒家 他的治世 治理这个国家大事的这个能力 他要有 他必须要深入的去学习 所以当时呢 他有听到周敦仪有在开个人的这个学校 他呢 他就去周敦仪的联西门 就是周敦仪所开的这个学校 但是周敦仪呢 他早就知道 侧面 他就知道说王安石这个人呢 他个性自满 所以他想绰绰他的锐气 所以怎样 他不跟他见面 拒绝跟他见面 那么王安石呢 三次去他家呢 而三次呢 他都拒绝跟他见面 就是希望他把他的自满的态度拿下 这样子才有办法呢 跟周敦仪好好的来学习 各种的那个学问 金邦祭世的学问 但是王安石他 三次都见不到 他就非常生气 所以他跟刘备不同 所以呢 他就怎样 大会 就愤怒 三次都没办法见 他就说 我就不去了 我就直接回家 我就不信我自己读不通 这个六经 所以呢 所以呢 这里后来的人呢 就有认为说 如果当时王安石呢 他能够跟周敦仪学习 他的这些学问 会不会整个北宋的国运就改变 其实后学认为说这个 你在哪里当他的学生门徒呢 会不会改变你自己的脾气毛病 你的态度 后学还是存有疑惑 就像一个先天 一个很容易骄傲自满的人 他会因为老师本身他是谦虚的 他自己就有改变他的态度嘛 这个呢我们还是存疑 存疑 我们祖师认为说 周敦仪呢 周老师呢 其实他本来就有得到孔孟心法的正传 周敦仪他的学问 我们祖师是认可的 他是有得到孔孟心法的 也就是说 他有尊德性跟道问学 这些呢就是得到孔孟心法 那么金公呢 王安史他的所为呢 大半都是怎样 智才傲物 就是说他是非常的骄傲自满的人 他不听人劝的 所以呢 这就是周子 就是周老师呢 所以拒绝见他的道理原因 那么王安史呢 他未得心法 对不对 他没有得到周敦仪老师的这种孔孟心法 他就怎样 他是下了苦心 自己读 读书 所以呢 王安史呢 因为他头脑真的是很好很厉害 所以他书怎样 他有读手 可惜怎样 俏妙不通 就是没有把这个六经呢 这个真正读到这个俏妙之处 也就是说 学问很好 但能力还是有不足 这我们王杰衣祖师就是给他评断 好 那再加上怎样 神宗 好高物援 神宗这个国君呢 他好高物援 他认为祖宗之法呢 这个悲劲 悲劲 悲劲就是说祖宗之法呢 是不可靠的 是落伍的 是不得体的 所以没有办法能够 让神宗呢 他的这个志向呢 能够举起来 就是祖宗之法 没办法举起 他的这个志向 就是说认为说 确实整个国家需要彻底大改变 这是神宗本身的 他的 就是说有好高物援的这个嫌疑 好我们来看看王安石 他这个人 从他讲过的话 我们大概就可以判断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从他的言论来看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曾经在宋史列传卷86呢 这里有曾经讲过 王安石也说 天变不足位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序 翻作白话 就是天如果发生变化 不值得害怕 祖宗的惩罚呢 不值得仿向 别人的言论呢 不值得顾虑 大家想想看 我们治理一个政策 要不要配合天地 环境的变化 要不要配合整个这个大环境 比如说夏天跟冬天 干旱跟这个洪灾洪水 是不是我们都要有所的这个变 政策是要有因应 要能够变 如果说天变都不足位 那么这就代表你的政策 太过没有变化 太过太硬了 那没有弹性 对不对 再来祖宗不惩罚 不祖法 你连祖宗的这种 惩罚 所谓惩罚就是说 这叫习惯 我们对国家的治理 其实都有一种先天的一个信任 这个信任就是一种习惯 我们一直相信国家就是这样子的治理 那么你一旦整个变化 这会导致什么 人民对政府没有信心 因为你把原来大家习惯的 这个叫习惯法 把它整个都淘汰掉 那么这里人民就没有信心 就会开始有不满 那么别人的言论呢 不值得顾虑 什么叫做别人的言论呢 也就是说 整个潮体有一些大臣 他可能认为你的政策哪里是有问题的 当他在批评的时候呢 你都完全没有去顾虑 那么这个呢就是太过怎样 太过骄傲自满 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为人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王安石的塑像 这个塑像呢 非常的清楚把王安石的这个 内在内心的这个心态 就是骄傲自满的这个心态 整个的显露出来 大家看一看 下巴抬紧 然后呢 手里拿着金卷 好像说圣券在握 一手插腰 一手用着斜眼来看着大家 他就是这样子的人 所以呢导致怎样 整个国家整个政府呢 便分作两党三党 所以宋朝呢 有很严重的党争 就是由王安石开始的 所以整个国家开始大乱 从这里开始 所以呢 王安石他呢 富国 他所有的政策 都是要让国家有钱 为什么 为什么他要让国家有钱 难道宋朝没有钱吗 其实宋朝很有钱 但是呢 宋朝本身养了太多 怎样 就是贤官啊 每一个人呢 都有好身上 都有好多个官位 也就是一个人 都可以领好几份的薪水 然后贤官又很多 这导致国家的财政大部分都被人 被官员的薪资都拿去了 所以他解决之道不是 他的解决之道不是在缩减官员 就是说缩 让政府的这个规模变小 而是怎样 他让老百姓多缴税 他的富国是让老百姓 他认为老百姓很有钱 确实没有错 宋朝的时代 老百姓确实很有钱 可是其实 国家也很有钱 国家的有钱 其实是被怎样 被那些太多的冗原 吃掉了 吃空缺 所以他的富国没有针对这个问题 他反而是怎样 多让人民多缴税 所以他就从这里得到了神中的信任 所以他因为这样子 他的富国之术 当时在整个国家就变成主流 主流的一个政策 那么周敦仪跟陈寅陈浩 他虽然学经养粹 对 个人的修养很好 道德学问也很棒 但是怎么样 他跟神中不合 因为周敦仪陈寅陈浩 都是属于比较保守派的 他不像王安石呢 他认为说祖宗不祖法 跟神中一拍即合 所以他们就怎样 不能够见性于朝廷 所以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得到重用 这就是伪 就是人伪就言轻了 没办法发挥作用 因为见地的不同 所以言论就有多益 那彼此又相继 是非就生出来了 所以在送神中的时候 整个国家就是怎样 开始因为有党争 大家你攻击我 我攻击你 不是只有王安石跟人家攻击 而是支持王安石的这一派 去攻击司马光的这一派 那司马光的这一派呢 也是无所不积极的去 跟那个王安石这一边 就跟他斗争 所以就是彼此相继 所以是非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乱 接下来会怎么样 当一个国家一个政府 所有的官员都开始分崩离析 各有坚持 那么这个国家呢 当他开始在乱的时候呢 就没有统一的一个政策 就有可能就会变成 产生更混乱的局面 那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 那候选呢 就讲到这里 那讲的不对不圆满的地方呢 恳求上天先活 慈悲赦罪 那也恳求前人 点传师及各位前前人 给候选执政 谢谢 谢谢大家